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男性居多 曾遇过疯狂粉丝 每天传讯息 爱你 嫁给我 等是爱讯息节目完 还曾有人透过粉丝团私讯 一开口就开架四零末 要他陪吃饭 一该拒绝 他外形亮丽 被网友誉为是纯度最高的主播 还有网友歌搜聚光女神影片 当上晚间主播短短二个多月 粉丝团暴增 二默然 人气瞬间飙涨 外貌变化也成为讨论焦点 然而人红是非多 有网友挖出他网年旧照 使他脸型大改变一次整形 他一笑置之 称是牙套带来的神奇改变 他无奈表示 过去戴过两年牙套 直到大衣才拆掉 我自己也觉得差很多 但我发现那些旧照片都还在 没有药榨 大学同学也都看过 以前也没那么丑啊 怎么会被说整形 强调自己脸但绝对纯天然 我坚持不整形 连阴霾 打破鸟酸都没做过 如果有 我绝对大方承认 不仅如此 外传他曾跟皮交往 分手 他表示对方是高中闺蜜 当初第一时间选择低调 不多做回应 只是担心外界误会他反同 但私下早跟同学道歉 我有跟对方说 不好意思把你先扯进来 还跟对方爸妈说sorry 至于目前 他修正身边 已有交往六名医生男友 感情稳定 他坦言当初到上晚间时段 祝福压力爆表 曾做梦都梦到收视日报爹惊醒 那时候醒来想说 我都这么努力了 有阵子早上走进办公室 都不敢打开收视率报告 就怕热梦成真 看到成绩下滑 前辈苏一红针对 他说主播食欲很重要才释怀 他笑喊收视率真的难预测 他不时就会到个大庙宇 走走望望 求个平安福 希望播报顺利求好收视 房叶寒等晚间新闻主播 二个月粉丝暴增二货人 翻设房叶寒粉丝专业 房叶寒 表示自己没整形 也没做过一美 翻设房叶寒 粉丝专业 房叶寒爱情亮丽 有大批四中粉丝支持 翻设房叶寒 粉丝专业 房叶寒爱情亮丽 有大批四中粉丝支持 翻设房叶寒 本丝专业 翻设房叶寒 翻设房叶寒